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要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李宾 从综艺大观到春晚 她的真情主持 陪伴人们走过十年难忘时光 首先向全国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拜年 从美丽的大脚到浪漫的事 她用质朴的演技 诠释着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 她经历人生的跌宕起伏 用她的书 她的话 描绘着她生活中的珍惜与感悟 究竟她如何走过波澜人生 却微笑面对 她怎样看待过往的辉煌 与现在的平静生活 让我们一起走进离平 我刚才看着你这一大观吧 你感觉你那么瘦啊 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多岁 然后我现在五十多岁 那个时候一百斤左右吧 现在二百斤左右 我努力减肥 从年初减到年尾 然后也没有减 你怎么减啊 减肥方就是一天三顿饭 吃完了说 哎呀 刚才应该少吃点 然后说明天少吃 吃完了明天三顿饭都吃过了 又忘了 后天可再少吃 跟我的方法基本差不多 很多人都特想知道 妮萍生活中穿什么 因为我生活中见过你很多次 一般呢她穿的是那种 宽宽的一直到底下收口 一个那样的牛仔裤 然后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鞋 我觉得就怎么舒服怎么来 然后说话之后 有时候还排一腿坐椅子 我也奇怪我自己 实际上是 我们家如果说有五间房子的话 恨不能两间是服装 衣服 鞋 这里边有一半是工作的 我玩礼服就上百件 就是西装裙 差不多二百套 然后鞋吧 真的是几百双 我通常都把这些东西都看到 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然后我自己生活当中吧 就是越简单越随便 然后越那个舒服 然后越不费事 我就这么这样生活着 问题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有观众在路上 见到你以后觉得 这室内弥贫吗 基本上是认不出我来 那天我去买菜 然后一个姐姐见了我说 哎呀 你怎么老成这样 眼泪刷刷就出来了 我一下笑了 但是那一瞬间 我眼泪也出来了 因为她既不是你的亲人 然而也不是你家的人 或者也不是你恩人 然后她对你老和不老 那么在意 眼泪不是眼药水 她一定是动心了 我说姐姐 你光想着我二十岁的样 可不就老了 我说我今年都五十了 她说你是不是过得不好啊 我说挺好的不好 你看我还买黄花鱼呢 她买黄花鱼 接着说你姐姐你过来 王铁城二十七块钱一斤 我给你二十三块 我就特别受不了这种感动 我说真的不差这四块钱 但我特别感动 我说一定二十七块钱 姥姥说了 挂幼不挂收子的幼 挂胖子的幼 什么意思啊 卖鱼的一定没有我有钱 挂幼不挂收子的幼 它比我瘦 没有我有钱 挂胖子的幼 不要砍价啊 跟那个比你有钱的人砍价 不跟没有钱的 我说弟弟二十七块钱 五斤 当年那个迷平的形象 太深入人心了 大家都希望你不是正常人 你就应该是青春永驻的 就不应该有皱纹 所以我在网上看有人说 说你整形了 各种各样的语言 好多好多呀 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压力特大呀 也不大 反正今天我也确实整形了 反正我每天在家里门框挤一挤 好多人说吧 我觉得应该整形 就整得越来越年轻啊 我说有专门整胖了 整老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职业 说实在的 这个职业备受关注 无论你好 无论你坏 但我觉得人生实际上是 每个人你真的不能说 到了中午你还说 我喜欢早晨的太阳 到了晚上说 我不 我要 我非得挺厉害 烈日顶头 对 都后半夜了 你还说 我希望夕阳红 就每个阶段 好像你就应该 就应该这样 你要知道晚上 完了以后还有黎明呢 对不对 你黎明真的就不是 不仅仅是脸上 一个有新的生命 没错 而且我觉得咱现在再老 比起未来的日子里 肯定还是年轻的 我说这是怎么着 世界末日到了 赵老师不是老不请我吃饭 赵老师一辈子 不请任何人吃饭 我跟杨兰都属于 特别好胜的那种 女孩和女人 赵老师这段子 开车吃油条 我还没跟他说 昨天晚上我们俩 露棚露到三点 然后我们俩说 咱们得包了 去了吗 赵忠祥变成赵祥忠了 赵老师一开车 就上马路牙子 赵老师是一个 我特别尊重的人 山东第一部电视剧 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部电影 全是我演的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看到了 你和你的老搭档 这个当年的赵忠祥老师啊 一块儿有过很多精彩的表演 回顾一下 树上的鸟海 成双对 不水青山 大海笑颜 从今再不少那 落一哭 制作 Lab 把他交换 你我好比原谅 一生被他人天哪 其实现在跟赵老师联系不多吧 太多了 这两天还叫我去吃饭 跟小倩说 叫我上他家吃饭 我说这是怎么着 世界末日到了 我不相信 他怎么一辈子没请你吃饭 我说小倩 你问问赵老师是不是有事 有事就说事 别让他那费那钱了 结果小倩问了就之后 赵老师住手说 没什么事就吃顿饭 去了吗 赵忠祥变成赵祥忠了 潜台词是赵老师老不请你吃饭 赵老师不是老不请我吃饭 赵老师一辈子不请任何人吃饭 然后我说对杨兰最好 因为请杨兰吃过一顿剩饭 就从台里吃饭打完了 打完了他们中午吃够了 剩的鸡翅 然后米饭给杨兰热了热 拌米饭吃了 这是在意他说 杨兰请我吃过鲍鱼 很多人有点觉得赵老师 挺特立独行的 但是他有他的性格 赵老师是一个 为什么特别值得尊敬的人 首先他的敬业 他的才能 他的才华 确确实实很多人跟他不能比 此刻 我们的心跳已经接近了除夕零点 耳边是踏雪而来的 牛年齐咒的奔腾 此刻 北京时间伴随着我们生命的律动 十二亿中国人脉搏和北京时间 山明古印 中国将用北京时间的六个月 去跨越一百年的时空 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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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的低大声里 潘雪下面青草伸展着小手 溪流欢跳着歌唱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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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檜 轻壁 腻很启 虽这一群 啥 大 sido 鸡 发出邀请 发出邀请 赵老师是一个我特别尊重的人 但也因此他的幼稚 也是很多人跟他不能比的 因为他从高中毕业 一直到现在 都在电视台大院 早就应该分他大房子 他说不去 他就一直住在我们台院 60多平米的房 说赵老师你为什么不去 他说那每天上班怎么来啊 坐车来呗 坐车不得花钱吗 然后呢直到有一天 我们台贴出那分房子表 部长什么台 全在后面 赵忠祥在第一名 就他所有的分综合加起来 最高 全广电部他第一 他分到了二环以内的大房子 多好啊 说你要不去 你今生后悔 然后呢赵老师 大概估计拿个计算器一算 得去了 才刚刚搬 他其实特别幼稚 中文特别幼稚 看那个春节晚会的时候 我怎么觉得老他老穿的不利索呢 他不是春节晚会不利索 他就是生活中一辈子他也不利索 挺合适的搭档 我还说人家不利索 我们俩都听听螳螂 有的企业送给赵老师T恤衫上面印着好 三十几个字 什么企业 什么什么 第几件 什么什么 大家 都快写到裤腰上了 赵老师穿着一件 人家说赵老师我们还有各种颜色 来来来 十二件都要 今天穿一件 明天穿一件 那天我说赵老师 你上次都穿过这个花衬衣 怎么样 他说这是另一件 你没仔细看吗 那个是灰的那个字母 这个是咖啡色字母 买都洗得差不多颜色了 我比他还强一点 当然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小细节 他不是主持春节晚会 另外一个节目 他穿的衣服 我感觉啊 他那个衬衣里边 他这嘟囔着 我觉得他里边好像穿了毛裤吧 绝对了 要是春节晚会 我跟杨兰都逼着他 说你必须把毛裤脱了 因为他那毛裤吧 他太长 腰翻着 然后我说你这西装 本来扣子一段 他说顺美的扣子 都是金扣 我说最多是镀金 不可能金扣 赔死了西装 还没有一个金扣之前 我说你必须把这毛 就脱了 因为这个都系不上扣子 他说 现在脱不了了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一脱 这个西装裤子空空的 我上台不得劲 反正往年估计也碰不上 我和杨兰这么管闲事的 然后后来他也好不用把一条毛裤脱了 我们给藏了一个道具箱子里 我们说看赵老师上台怎么办 赵老师上台 赵老师也就赶上那年代 现在要都像需要你们这种帅的主持人赵老师也考不了 赵老师那皮鞋前面都跳着 我说你是故意设计的 他说不是有一次掉水里了晒干了就这样了 春天晚会也不发梳妆费 赵老师不可能去买一双 那时候吧 人承前几双鞋都摆在那 我说赵老师你多大的脚 赵老师说了一个号 我说承前你多大的脚 承前摆一溜 我特别想找一双让赵老师穿上 承前的鞋漂亮的 有一天承前从加拿大回来 他的一个箱子丢了 里边全是鞋 我非常高兴 我说活该 这会管赵老师借鞋了吧 我情愿光着脚也不借赵老师的鞋 我说只有一个人可以将来当年可能给你借 就是红军过草地的花的鞋 我最不怕的一个人就是赵老师 赵老师这段子开车吃油条我还没给他说 所以这么不高的招 等会儿开车吃油条什么段子呀 每天去那个驾校 他其实不是盼着学车 驾校旁边有个炸油条的摊 特别好的斗脑 特别好的油条 一到那儿先吃饱了 吃饱了就困难 乘车能好好学吗 四十五天人张美珠和大方全都开得特别好 赵老师一开车就上马路牙子 这是事实 我说算一下一天六两 这四十多天好像好几十斤油条 其实跟赵老师合作那么多年 你说那句话一定是心里话 你特别就是欣赵老师的这种才华 我对赵老师真的 其实真的那种感情说不上来 比如说我在上海 我们同事要我知道在上海了 我那天订了小绍兴 我说我在这等你 我给你点好菜 真的我就到那我就说 什么菜最好上 你其实还是一种不是欣赏 你就还是很尊敬她 因为她就像我说的 没有人有这样的胸怀 像我跟杨兰都属于特别好胜的那种女孩和女人 就在台上就能不够你知道吗 特别是直播 杨兰能抢我比杨兰还能抢那种 赵老师主播的时候我在刚出生 那更没有杨兰什么事了 就是赵老师在我们俩在主持的资历上和文化学问上 那都远远超越我们 那显摆的时候赵老师送几代领导人为他们服务 我们在哪跟哪 但是赵老师在台上就看着我们俩争拨 就特别像父母一样 就一直拖着我俩 你知道在主持台上你应该知道什么 拖着 特别理解 就是说有的人就是我在台下听你说了一句好词 我上去就给你跑了 我先说了 啊 观众一片掌声 伤人忙忙想了一夜 赵老师永远就是那种 他那种拖着你吧 就是他会是一种 有些东西是下意识的 不是说我今天要拖着杨兰和倪萍 我俩就匆匆出名 各位来宾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春节好 在这欢乐的歌声当中 199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此时此刻 全国亿晚观众都在收看我们这 一年一度的盛大的除夕晚会 中华儿女天涯共此时 我们拥有共同的心愿 祝愿我们的国家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别人说赵老师那不公平的话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激动 我见到过 特别有感情 这种感情我从来对赵老师没表达过 大方的对象是我给介绍 我就是着急 然后我就是看赵老师那样 我着急 别人污蔑他 我着急 那我又没有力量 我那时候盼望着我是中国最大的官 一声令下 这个就 你明白 特别是别上劲 七天之内就把虎口办过来了 然后我就 二十天我就上综艺大关了 三十一天我就主持春节晚会了 我说我是下岗再就业的成功典范 就是因为 我真的我觉得我卖包子也会卖到第一 卖到最好 昨天晚上我们俩路棚路到三点 然后我们俩说咱们得包了 更多的人知道 你凭这个名字 还是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知道的 那么一个形象呢 是深入人心的 那个时候 关键我觉得你还好 牛群老师怎么那样的呀 但那时候牛群就是著名的相声演员了 我距离他还有十八层台阶 九零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对我们来说 真的太遥远了 其实很多人大概都知道 您从青岛然后怎么到中央台 但是我还想知道一个细节 就是你是直接从青岛就是调到凳的吗 还是录个节目要经过八方面试 然后最后才能弄过去 这过程特别简单 而且特别就是天下掉馅饼 然后我家不是青岛的吗 回青岛过年 然后唐国强 宋佳 刘欣逸 我们就一块参加青岛的 那也不叫春节晚会 就是个联欢会 这不那就算青岛 那时候我们四个就算有点名了 所谓的 当时在切换台上是中央台一个导演 叫刘瑞琴 一米七四的歌 女导演 她从镜头里 她说 这个人叫什么 她都不知道我叫什么 又会说话又上镜 那个时候我的脸上 那现在一半 而且特别会说话 所谓会说话就是 说人话 因为不会说主持人的话 你想说都说不了 于是只能说人话了 然后她当时 她说我有个栏目叫人与人 她说 特别希望你这样的人去主持 她说 那个你会朗诵吗 我说不是会 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山东 山东比如说大的活动 朗诵一定是我 我已经山东第一部电视剧 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部电影 全是我演的 咱们要分开走 什么 要分开走 你听我说 不不 你不要说了 跟你写了封信 一个月一分 就会写行军打仗 打仗行军 然后她就说 她问那有栏目 我就来庄台这主持人叫人与人 我到这来 他们就看上我了 接着就 七天之内就把虎口办过来了 然后我就 二十天 我就上综艺大关了 三十一天 我就主持春节晚会了 哇 从那一天你认识她 然后到后门主持春节晚会 就这个大的跨越才一个月啊 也就一个月吧 那你的心里能适应吗 很适应了 我在山东就一直是主演 然后我在山东 我就已经是 就是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 那个时候你多大年龄啊 我才二十多岁 然后我就是团省委的常委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 电影家协会 山东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 大部分北漂 其实都经历过住地下室 挤公交车 然后从城南到城北 从城东到城西 那样的一个奔波过程 我想你应该没有 因为三十一天太快了 应该这样说 我来北京的时候 虽然就是知名度不高 但那时候我是在我们 剧院工资最高的 那我已经拍过七部电影了 我已经有稿废了 而且那个时候 全国人民还不知道 我已经是金英奖的 最佳女演员了 那时候于是 志志老师是 国家一级演员 我就是二级 你知道我觉得 你知道我这样看着 于是志志老师的时候 那我的工资都跟他 一样多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自己 实际上是觉得 分量很重很重的了 所以你来北京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那么难的 没有 你想有钱有什么的 难什么呀 还在那每天在工作 没有觉得 我连朱军 他们那个住地亚史 这种经历 我一到这来就分房子了 所以有的人说 这个倪平是个幸运的人 到了中央台之后 三十一天之后 就上了春节晚会 一下子好像所有人 都记住了倪平这个名字 你知道人的那个 所谓名利思想啊 是近些年是越来越重了 实际上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九零年的时候 就这前后 我们的思想还带有 很大程度上的 包括文革 包括改革开放的前后 实际上还是觉得 努力在岗位上 做一个光荣的劳动者 做一个先进工作者 比名利前还是重要的 所以那个时候 没有这种说 哎呀 备受瞩目了 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这样的思想还是没有 就是还是努力地想 哎呀 我这做得不好 不够 可是现在你没有 就是没有再去录 春节晚会了 你会看春节晚会吗 看啊 而且那份感情 可能跟普通观众 这是不一样的 这倒是真的 有的时候经常进入不了 那个老家 哎呀 后来这地方 你穿了那快 快上了别冷场 或者说哎呀 在这个 你看后面那观众 在那挠什么脸 就是你会有一种 老家好像 好像你还在 这个岗位上工作 他会有这样一份感情 说春节的故事的时候 黎姐 我特想跟你 探讨一个东西 我首先说我自己 你比如说 上这个春节晚会吧 连着上几年之后 突然有一年 你没上的时候呢 你除了觉得空落落的呢 我有的时候 真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不一定希望 这一期春节晚会 比上一节办得好 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会有这种 或者说你 这可能就是很多人 说我是比较现实的一个人 我实际上是一个 特别现实的人 我从来不想 就是那个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从来骨子里 好多人不相信 说哎呦 你不在上春节晚会 你在家难不难受 实际上是 还真没有 因为不上春节晚会 是我自己要求的 而且退下这个主持人的岗位 也是我自己要求的 一切我 当你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上 你在后悔 你这不是自己跟自己纠结 你不是神经病吗 当时在99年的时候 其实你是先不主持 综艺大观的对吗 对 也是我自己要求的 因为有一天 我们那个郎坤跟我说 他说那个 你要不要下楼看看 我看什么 他说那个 他们招聘主持人 那我说什么栏目 他说综艺大观 我确实停顿了一下 我说 他说那个 反正储备一下吧 因为咱们直播 你要有个病有个灾的 感冒了都不行 安慰你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那个 你要想到就是 真的总有一天 你多么辉煌 但是我想那个时候 其实心里面还是会难受的 我觉得我离开的那天 我要不是250 我觉得我还是最好的 那个时候我特别盼着 我再有个新的工作 比如说 当时台里也给我选择 你可以做制片人 也可以单独主持一个访谈节目 也可以当那个 所谓走领导这条路吧 我说我想拍电影 然后呢 很多人说你重新拍电影 可是挺悬的 我说一点都不悬 我都想好了 所以想好了 就是准备好 我没有 我说我是下岗再就业的成功典范 就是因为 我真的我觉得 我卖包子也会卖到第一 卖到最好 那再说一遍啊 背景来的GHLoss以后 咱们一定要用力保 听见没有 好啊 好啊 不确在口鼻子啊 来 咱们把欢迎背景Loss的歌子练哈 一二二开四 请把你的歌在我的家 请把你的文件流行 现在去建筑我站 背景Loss的歌 背景Loss的歌 你一个人掐两 不能跟这个名字 把你们拆掉了 把他们拆掉了 哎呀 那你们会参不得 来 走 走 不是说你能力有多大 你会找到你合适的那个 你知道你手里有几把刷子 我知道我可以把包子 包得很好 特别对不起 李姐 其实我真的不想 不想 怎么会台上三个人 都这么激动呢 今天中午啊 没有姥姥这钱 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 姥姥都快死了 还让她干那么多活 也挺不舍的她 可是又觉得 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如果是姥姥牵着我的手 长大的是我牵着姥姥的手 现在我跟我儿子都是 二号很远 昨天晚上我们俩 录彭录到三点 然后我们俩说 咱们得包了 特别对不起 李姐 其实我真的不想 不想 你的那本书呢 我是翻了很多很多遍 你就把那个小点子呀 写得让我那个心里边 就不由自主地 就跟你进去了 所以我们俩 昨天晚上做了一件事 然后呢 一直做到特别晚 我们俩呢是说 感受一下那个过程 你去拿一下吧 买 这俩还能 这是她的 我还有一罐 我那放哪儿了 昨天晚上我们俩 录彭录到三点 然后我们俩说 咱们得包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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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可能特别奇怪 说两罐瓜子 怎么会台上三个人 都这么激动呢 特别对不起 李姐 其实我真的不想 不想 其实很长时间没哭了 我也不是像你们 想象那样那么爱哭 其实这是一份感动 一份也是 王花和王维念 对我的感动 这么用心去 对待姥姥 对待我 对待这个节目 对待观众 那一方面想起 姥姥包瓜子的那些日子 我那是比较最笨的办法 因为姥姥97那年 我就觉得她老昏睡 有的时候不在家 她一睡睡一天 人其实挺幼稚的 就害怕姥姥就这样 睡过去 再回家觉不醒了 要得让她干活 最初是擦家具 家具呢 我觉得姥姥有地方够不着 怕她摔倒 得让她做点事 让她动 然后想到包瓜子 然后说我们单位 收购瓜子 15块钱一瓶 我姥姥那时候 其实也不是很 不是很清 有点糊涂了 人家中央台 她也不想想 什么单位收瓜子 然后我怕她用嘴嗑呢 用嘴嗑就是容易掐着她 你瓜子别在心里嗓 我说只能用手包 用嘴嗑我们单位不要 姥姥是个一生 做事特别认真的人 只要说工价不收 她又拿了这个工费 她绝对不会拿嘴嗑 就真用手包 真的用手包 后来这两个手都硬了 后来为什么包了不到两年 我就让她停了 这都硬了 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包七天 后来我说七天太累了 成土飞扬一天包 五六斤挂子 后来我说我们单位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收购 这三天这三天叠报纸 但是工钱照发 姥姥也不想想 这啥地儿就这么好 也挺真贪财 高兴的可歇三天了 可是这三天又躺着睡 她就毕竟是身体摔紧了 各方面不行了 开始大家都特高兴 都抢着瓜子吃 东北大瓜子 慢慢包多了 都不想吃了 有的时候晚上我 为什么我看这瓜子 那时候晚上还是很 就姥姥拿到 我得拿到我屋藏起来 不能让姥姥发现 然后 那得藏好多吧 我就心疼姥姥 就一个一个瓜子包 我还真就咽不下去 就那种感情 觉得 就说姥姥都快死了 还让她干那么多活 也挺不舍的她 可是又觉得 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因为很矛盾你知道吧 特别理解 就不知道 有的时候 她知道这个家还需要我 她如果没有用的话 她一直觉得 家是她撑着 她觉得她帮我拉扯这家 后来她挣钱 她一个月 你要跌报纸 那个包瓜子 淘几份工作 家一个月挣900多 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很有钱了 我给了她好多钱 她都觉得那不是钱 她的钱才是钱 所以她经常 拿出个二三十块来 给阿姨说 你去买点肉 其实她谁买肉 她是过去那观念 有钱了就去买肉 特别想帮我拉扯这个家 她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需要 或者说你 900多现在能干吗 可是姥姥觉得那钱多的 而且她 我每次 我们阿姨都知道 说今天中午 没有姥姥这钱 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 打鼓掌 全家鼓掌 姥姥就特别高兴 平常她要吃一块排骨的话 我们因为她就炖的 我们的菜都特别烂 她就能吃两块 因为觉得她拿的钱满的 她这种快乐和这种欢乐 很多人说 哎呀你这么惊心 实际上是多少年一直这样 也不觉得惊心 都这样 这是当年的一张照片是吗 这姥姥97岁过生日 就是一张照片 毫不夸张的蒋冰姐 有一天我因为工作室 给她打电话 她一直在那 我什么声音 我在哪 一直吸流 最后 我了解过后才知道 一边看你的书 一边哭 我真的被你感动了 这个非常奇怪 姥姥语录这本书 就是 发行以后啊 十个里边九个半 是王芳这样的 你会为什么会感动 其实不是因为姥姥 我们会有顾名 你比如说 你只会叫姥姥说 我说 哎呀傻了吧 我说一辈子当女人 都没穿过裙子 遗憾吧 她说那微圈怎么不是圈子 微圈怎么不是圈子 你觉得笑 你从这也特别感动 就是说我们要上升理论说 她热爱她的本职工作 她的本职工作 做了一辈子算 从这一辈给做到那一辈 从大锅熬到小锅 最后用电饭锅 最后用最现代化的 她真的非常知足 姥姥说的话就是 大白鲁 对 就是那种大白鲁到了 就是 我 我 我就是说姥姥 我说你说的全是废话 你姥姥说 天黑了赶紧睡 天凉了赶紧起 天黑了赶紧睡 天亮赶紧起 这不是大话吗 但是她说的是灾难 她在什么时候说天 她不是真的天黑了是吧 她说什么时候 我儿子生病那时候她说 天黑了赶紧睡孩子 睡了积攒了力量 天亮了抱着孩子 赶紧去治 她这种东西 你说她是什么 你和包母之间是两印 姥姥说 贝纳的印子不当印 存折不给人家 密码不告诉人家 你给个小脸也不画签 你给个小脸印子更差 干得真高兴 不给个小脸印子老琢磨 不是干得不好不对 是不是干得不好不对 你给小脸也不画签 我说人家你满脑都是钱 笑脸怎么不花钱 你大小小小 你高兴了就大小 不高兴 你小小 高兴就大笑 不高兴就小笑 别给印子脸 别给人脸子 印子本来挣钱就少 再给个脸子 真不上三 就是人家本来挣钱就少 再吃气 多不上算在你家里 你给个小脸 其实在这本书里边 我不仅仅是感动于姥姥的这些话 我还感动你和她之间的感情 就她和你之间那种小互动 你给她点钱了 她还告诉你 给这分分 给那分分 然后你逗她玩啊等等 很多人都特别奇怪 说你怎么对你姥姥这么好 这么费心思 包刮嘴啊 别包纸啊 什么之类的 卖旧衣服 其实在我来说特别自然 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是50年的积累 对对对 我从生下来 我姥姥就从医院里抱出来 我一直到姥姥走那年 我正好是49岁 50年的时间里边 姥姥你想 我们俩等于是打着滚长大的 我说小时候是姥姥牵着我的手 长大的是我牵着姥姥的手 你们俩之间说话的一个状态 特别像俩孩子在那玩 这是因为姥姥的性格决定了 你如果姥姥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你有来没往啊 打球一样 你说姥姥我逗她 我说傻了吧 高跟鞋也没穿 三寸小脚 有一天姥姥就把我高跟鞋套上 就坐那晃 她就想引起我的注意 我三九的脚 姥姥这么点鞋 肯定就在那鞋尖里晃晃晃 我呢就故意的不看 我还找 鞋哪儿去了 鞋哪儿去了 姥姥就 你让她带晃晃 蹬一下晃的掉出去了 她挂不住 她是这样一个人 让我妈就属于这么严肃的那种人 你要说我哪敢跟我妈说傻了吧 没穿高的鞋 我挺喜欢你现在的状态的 这么现在家里写字啊 看书啊 我觉得你现在的那种生活的状态呢 可能渐渐可以慢一点了 这个人要是在家里头可以有时间画画啊 画画啊 画画 这是不是意味着年龄属于那种比较 这是因为我知道最近听说你一幅画拍卖了一百多万 有脑子的人都知道我的画要一百一十八万 我现在就不足够拿纸来 今天到场的每一观众一人给你们画个房子 然后把孩子的房子给画出来 这么值钱的话 但实际上是人家慈善拍卖 他觉得你的画呢就是有人买 我当时起价我都嫌高了 二十万 拍到六十万我基本上要喘不动气了 好八十万到一百万的时候 我真的我说快停吧快停吧 一个人就说一百一 另一个人啪 马上就说一百一十八 我说停 我就敲锤子了 那你不是人拍卖诗在那儿敲 我真的不能再拍了 咱就是一个优点 还是有自知之明 我画的是不错 但是不错是业余的 小的时候练过吗 我美术课就挺好的 那时候大概就四五岁吧 因为我妈有块非常好的罗马表 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给我带带 一直没有好 接下来我就开始画 我姥姥给我画第一个 我这后来画一串 一直画到肩膀上 还有大婊子这当了着 那一看就说几点了 很值得很 肯定是像 那不像人问几点了吗 所以就是从小有这样的一个爱好 然后现在是有时间有精力 把它发挥出来了 就像你这样比较要强的人 可能我们想做一件事 想把它做好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是喜欢 这是两回事 我这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其实也是想画 比如我今天想画一幅画 我要画得不满意吧 我就一直会画下去 有一天我送我儿子去上学 八点吧 孩子走了之后 一直到他放学 呀 我还站着 我说你都放学了 忘了 对 安子去接着他 我现在都不敢去接他 我老被偷拍嘛 现在我跟我儿子都是 二号很远 指左边或者指右边 我儿子知道我们从哪个方向走 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 他们说现在在网上最流行的是慢生活 你觉得你现在属于是慢生活吗 招不急了 不抢不争了 这个本性决定了 我怎么从来没觉得我是慢生活呢 干什么事都属于 我比较珍惜时间是真的 我真的很少躺着 用姥姥的话 等上那边有的是功夫躺 这这边躺着 想起都起不来 上那边躺着 姥姥就说要珍惜生命 等上那边去躺着去 想起都起不来了 想起都起不来了 你想想我身边 我妈都快八十了 姥姥都快一百了 我跟他们比 我应该是个年轻的孩子 所以有时候也活蹦乱跳的 但是有时候看看孩子 你确实觉得 你五十多岁了 好像也真的是个老太太了 在这交替当中生活 就是比较能够适应吧 就是和人们想象的很不一样 我认识倪平的那天起 我就经常会跟很多 新认识我的人说 其实倪平是那样的 那个那样的 一直很难有机会告诉大家 今天也依然没有全部告诉大家 但是多多少少 让大家看到了一个 不一样的倪平 谢谢米妮姐 有的时候我觉得观众 真的挺了不起的 谁愿意听你自己叨叨的这些废话 然后说这是 你们把观众捐在这 做这么长时间 然后呢 竟说些 反正这是 不愿意听的请鼓掌 这就是善良啊 那能不配合你们吗 愿意听的请鼓掌 谢谢你 妮姐 真的感谢你 我们真的谢谢你 给大家带来这么一段 快乐感动的时光 谢谢你 谢谢 我妈当时也没看人啊 我妈当时也没看人啊 吵吵闹闹闹钟 如何相处欢容 我吵架的时候也跟你这样 你能闭上嘴吗 面对两个不同性的女儿 她俩冷口 一碗水端平 可能她男朋友比我还老 如刮女儿带来哪些惊喜 令全场捧补 张千礼平携爱女何家欢 非凡秀丽来斗嘴 再婚也幸福 明日21点30 敬请关注